Hello 大家好 Everybody 欢迎大家来收看这一期我的影片 这一次我主要来介绍 摩尔 G1150 OTG短视频创意大赛 和一些比赛上面的心得 首先你只需要拥有一台G1150 然后打开你们的手机 连上它的OTG接口 竖屏拍摄就可以参赛了 你可以在你的房间里 客厅里 厨房里 甚至是室外 只要带上G1150 就可以马上进行硬化同步录制 非常方便 马上拿起你们的手机 赶紧的参赛吧 我等着你们 我是成田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 喂 等一下 等一下 这就是你的心得 这还需要你说 官方都说过了大哥 你好歹是个裁判啊 可不可以分享的 实在的经验嘛大佬 哎呀 既然大家都这么的热情 对不对 那我就多说几句话 就让大家可以更好地去解读 咱们这个比赛规则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个比赛规则 兄弟们 需要 G1150的OTG功能 连接手机拍摄 30秒以上 视频里面要同时出现 G1150跟演奏者 视频的风格 乐器类型 不限制 那这一些呢 就是官方的比赛要求了 其实最硬性的要求就是 G1150跟演奏者 要同时出现在视频里面 对不对 兄弟们 但是 有一点很重要 官方也说了 视频的风格 演奏类型 乐器类型 是不限制的 那就是说 除了吉他以外 你还可以把其他乐器加进来 而且还有一点 官方并没有 人数要求 那就是说 你整个乐队搬过来拍摄都可以 这个并没有违反比赛规则 只要你的吉他连接 G1150 然后 G1150的输出 怼在乐队的调音台上面 跟其他小伙伴的乐器 混在一起 然后调音台的总输出 连接到 G1150的 AUX音入口 再用OT局线 连接到手机上面 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拍整个乐队了 俗话说的好哈 人多好办事 打得都喝得了 还没呀 这么多人站在一起去比赛 我就问你怕不怕 MING PAO CAN GONG 好啦 其实录制原点是很简单的 无论你是个人参赛 还是把你的朋友们 喊过来一起参赛 我们都是无认欢迎的 比赛结果重不重要呢 也重要 但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 整个比赛的过程 和朋友们一起奋斗的时候 将会是我们最美好的一个回忆 那我也有幸能成为 这一次比赛的裁判之一 其实我的标准很简单 演奏我觉得是重要 但是创意更重要 所以小伙伴们听懂了哈 创意第一位 演奏第二位 这是我自己的个人标准 所以赶紧拿起你们的G1-150 来参赛吧 什么 没有G1-150 建议台也可以啊 期待你们的参赛作品 我是成田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